龙年首场寒潮来袭,新疆遭遇暴雪大风寒潮,连发三个红色预警,新疆多地强降雪,河沐积雪超过两米,新疆东部和南疆西部山区,内蒙古东北部,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。 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在中国新年期间持续下大雪,景区内多个路段共发生13处雪崩,大量游客被困景区山上,排队等待下山。 大陆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消息,截至16日上午10时,受响雪及路面结冰影响,新疆共封闭三个路段,涉及一条普通国道,一条普通省道。 因新疆多地出现大风,暴雪天气,国铁乌鲁木齐局消息称,计划2月16日至18日,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,停运的多涉及新疆江内线路,贵州近期接连发生火灾与放烟花有关。 其中,前东南州建河县一幼儿园被烧,源于三小孩燃放烟花。 2月15日,贵州消防通报称,10日深夜11时02分,前东南州建河县三名小孩在一幼儿园门口燃放烟花,其中一小孩将燃放着的烟花投掷到园内,点燃了大门旁的置物架。 之后火势扩大,直到11时12分,路人经过时才发现起火。 观察者网报道,幼儿园隔壁小卖部夫妇用灭火器灭火,但火势太大,灭火器效果不明显。 之后等到消防人员到场,才把火灭掉。 中国经济衰退,建筑公司欠薪已是常态。 网传视频显示,乌兹别克一家中共央企的建筑工地也被当地建筑工人堵门讨薪。 视频中,一处建筑工地的大门被数十名身穿制服的工人堵住。 视频字幕显示老外要工资把大门堵了。 视频疑似中国工人在驶过大门的车辆副驾驶做拍摄。 当车辆经过大门时,有男子用中国方言说,这些赌门的人是来要钱的。 据传视频是2月16日拍摄,地点是中国电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建筑工地。 中国电舰是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独资的央企。 旗下的电舰国际号称在东南非、中西非、中东北非、欧亚、亚太。 每周117个国家设有481个驻外机构,又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上书视频曝光后,网友们纷纷嘲讽,他们怎么对付老外,能派警察、保安吗? 叫城管,警察过去,拆迁办一起过去,就能解决了。 铁拳终于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了。 一带一路输出的,就是这种文化。 中国新年期间,中国疫情再次升温,多地医院爆满,死亡人数也在攀升,连青壮年也不能幸免,令人痛心震惊。 而当局却还在隐瞒真相。 网上视频显示,新年前后,中国大小医院都成为最繁忙的地方,患者络绎不绝,门诊需要排队,病房也是一床难求。 中国民众,你看,今天是年三十,保健医院比菜市场都热闹,挂掉水排队。 中国民众,给大家看看这个医院,什么叫人山人海,太多人了,每次来都这么多的人。 侠西安康市民张先生,医院人满为患,排很久,两三个小时,床位少,楼到家床。 2月14日,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称,甲流乙流混合双打席卷全国,最近有很多小朋友前脚甲流刚好,后脚就感染了乙流,还有大人和老人也纷纷中招。 河北保定市民孙女士,全是一家子小孩大人,全都是发烧咳嗽。 我亲妹妹一个多月的时间持续发烧咳嗽,一直不太好。 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这人就走了,去世。 有岁数大的,年轻的四十多岁。 有民众表示,其实从去年开始,新冠疫情就在中国全面爆发,当局却一直用甲流,以流和流感等名称来隐瞒事情。 内蒙古药商张先生,就是新冠嘛,基本上隐瞒嘛。 一般医院诊断书或死亡证明不会写这些东西的,都是按甲流制吧。 民众披露,这一波疫情与之前有所不同,染疫后不仅恢复时间长,死亡速度也非常快。 中国民众,最近我老公的一个同事去世了。 其实就是下班之后,几个同事约着打篮球,打完之后呢,这个同事就觉得不太舒服,之后没有几分钟,他就突然猝死了。 这个同事跟我们年纪差不多,都是四十来岁。 他去世前一个星期得了一流,好了之后呢,就还有一点点的小感冒,但是他没当回事,等于就是在剧烈运动之后产生了突发性心肌炎。 这个非常可怕,因为他之前没有任何的预兆。 目前,中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,加上疫情,一旦有人去世,对家庭带来巨大的伤痛和压力。 中国民众,对于家庭来说,不只是精神上的、心理上的,同样是经济上的巨大创伤。 2月15日,吉林长春,一男子发视频,自称是烂尾楼,盛海翠胡园开发商老板。 他在视频中声泪居下地表示,房子烂尾不是他的错,2016年,房子已经完工,是当地黑恶势力强行勒索5个亿,导致房子烂尾。 他在视频中说,我是来长春投资的建业花,这是我开发的楼盘。 2011年,在长春朝阳区投资开发了盛海翠源房地产,2016年就基本完工了。 可是现在购房业主至今仍然无法正常入住。 我对不起你们,我心里很难过。 原因是,长春有意黑社会团伙,他们封堵施工现场,打造办公室,抢占地产房子,威胁恐吓我,取得工程项目,敲诈施工费用,强迫贷款。 勒索高额利息,他们还暴力收取保护费,他们勒索走我五个多亿啊。 这不是小钱哪,那位齐天大佬爷救救我吧。 他们这些七寒八室的黑恶势力,真的没人管得了他们吗? 我怎么向这些共患者交代啊? 我自己斗不过黑恶势力,谁能帮帮我? 帮帮我,这些购房购房者能正常入住啊? 视频在网络热传,引发网友热议,有网友说房子烂尾,器官移植,儿童丢失,非法讨薪,股市崩盘,全部是共产党背后操作的。 所以只有打到共产党,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 也有网友说,背后都是书记们的小牙内或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白手套。